这个可能是洛杉矶最低价的好学区的全新的读洞了 今天咱们来到了奇诺市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咱们来看一下三房两层的60万出头的读洞是什么样的 视频里看到的是这个楼盘的最小的户型 1470尺 三房2.5个卫生间 两车位的标准车库 并且带这样的一个小院子 整个一楼就是客厅厨房 还有车库 而这个楼盘的最大户型是1800尺四房的 但是同样也是不到70万 OK这个是一楼的储物间 现在咱们穿过厨房 穿过客厅 咱们上二楼看一下 二楼是三间卧室 虽然这个房子的面积不大 但是设计的很合理 一楼有一个客厅中规中矩 而且二楼还有惊喜 你看二楼这里还有一个额外的客厅 在这个客厅的旁边就是这个房子的主卧了 咱们可以看到 这个房子其实留了挺大的面积给主卧的 而且在主卧的入口处一进门 这是一个面积不小的衣橱 而这间主卧呢 是配有独立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做的也是非常的让人惊喜的 双水盆 长的这种台面 还有站立式的喜悦 主卧的采光呢 同样很好 两个大面积的窗户 而且呢 咱们看楼梯上面这一排都是小窗户 之后呢 咱们往次卧的方向走 这里呢 是两间次卧 而且呢 这个次卧的面积呢 做的也都不错 当然了 这两间次卧呢 就是共用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呢 就在两个次卧的门外 咱们看就是这里 但是呢 这个房子呢 是为了节省空间嘛 所以它的洗衣房呢 就放在了卫生间旁边 是这种上下的洗衣机烘干机的配置 这里呢 是一个大社区 游泳池会所学校 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看我的朋友圈 或者单独来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